VPN Firewall 通常是保護企業的第一線系統 使其內部資產不暴露於網際網路 若這些資安設備具有漏洞 將造成嚴重的影響 這場議程將由AT-DOG 分享在 VPN Firewall 上的研究 那我們掌聲歡迎AT-DOG 帶來演講 好 謝謝大家 感謝主持人的介紹 大家好 我是AT-DOG 那今天的議程呢 我會帶大家就是探索一下 Dyself VPN Firewall 的就是攻擊面 然後還有我們近期由我們公司Trapa Security 回報的 IPsec 的 RCE 那還有我們後續在這個方面上面繼續研究找到其他 CVE 然後我們會把它整理分享給大家 然後讓大家看看我們研究員平常日常都在做些什麼東西 然後這邊的研究內容大部分是我和 Les 一起兩個人共同完成的 但因為 Les 明天還有一場Trade Micro Apex 1 的演講 那因為內容也非常豐富精彩 所以這一場呢就交由我來負責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們這一陣子 跟 Lesel 之間的這些愛恨糾纏 好 我再重新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叫 AT-DOG 發音是這樣發 那我是 Trava Security 的 Co-Founder 之一 然後以前呢也是跟著 Hikon CTF 在打 CTF 的 Team Member 那現在也是 Change Root 的 Member 好 那今天整個議程的 Agenda 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會稍微說明一下 為什麼我們挑了 Lesel 作為研究的目標 然後我們會講到 Background 有什麼樣有趣的東西 跟這整個攻擊面的一些真理 然後後面就開始介紹我們這一次找到的最主要的漏洞 IPsec 這 IPsec VPN 裡面的 然後包含這整個 exploit 的過程 然後跟影響範圍 還有後續這個漏洞被利用的狀況 那在這之後呢我們會從 因為這個 root cause 我們就知道了 我們就順著往下去去找 找出在 SD-WAN 上面還有其他的 vulnerability 在 Lesel 裡面 那這裡面會挑幾個 case 分享給大家 是比較相對有趣的 然後最後呢再跟大家 recap 一下 我們今天想要帶給大家的東西 好 那我們就正式進入今天的內容 首先呢為什麼我們會選擇 iSale 對研究人員來說 最簡單的一個判斷方式就是 直接從 Sheldon 或是 Senses 上面去看 那上面找的東西就是很簡單 你只要越多的設備 越多的塑料 越多的國家在使用 那你的影響程度相對就越高 然後它會其實就是越有研究的價值 可以簡單這樣判斷 那除了這些方式之外 當然也有一些你可以上網去查 像 iSale 的話它其實就是 比如說它是 30 年的網通公司 他們做了很久 然後他們在歐洲的市場其實被高度的認可 然後在 Sheldon 上我們右下角圖片就可以看到 其實在意大利有很多人在使用 就是主要還是歐洲的國家 然後他們在中小企業也是非常常見的設備 然後甚至有一些電信商 比如說台灣就是中華電信 他們可能小烏龜就是跟 iSale 合作開發的 好 那同時他們 iSale 產品線是非常豐富的 根據這些資訊整理起來 你會發現 iSale 其實是 你可以說它是非常具有研究價值的一個目標 那你如果能夠找到漏洞 我們相信這影響都是非常嚴重的 那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會吸引我們回去看 iSale 這樣的設備 那像 iSale 有提供那個 Secure Advisory 跟 Health of Fame 名人榜這種東西 在它的官網上面 那你去上面看會發現 其實 iSale 在國際上是 有很多研究員會去想要去看的 像我們在上面看就會發現 比如說 Ray P7 或是 Positive Technology 這些研究單位 他們都會感興趣 然後甚至像剛剛講到的名人榜上面 你會吸引研究員想要在上面去留一個 Credit 他就會主動去回報給 iSale 官方這樣子 好 那既然我們選定了目標 那接下來我們要怎麼開始這整個 iSale 的研究呢 首先 研究 iSale 第一步應該會是什麼 那對於這種 IoT 設備 這種內握網通 device 你第一點要看其實應該是 你到底拿不拿得到氛圍 那如果透過任何的方式 包含物理好了 這種硬體檔本 如果你都完全拿不到 你要存黑箱去開始找東西 其實還是有一點難度的 成功率是比較低的 不過像 iSale 的設備就是 它是官方有提供氛圍可以下載 那你在網路上就可以找到氛圍圍 但是它的氛圍圍是有被密碼保護的 那這些密碼是網路上你可能找不到 那但是你如果有辦法破密的話 你解開你就會找到 它裡面有一些 SquashFS 的 Fire System 然後裡面就可以做一些逆向去找洞這樣 那你拿到這樣的氛圍圍 你實際上應該要怎麼去解密 那解密的方式其實在去年的 Defcon 他們有研究研發的一篇文章 就在一篇 Talk 就在講說怎麼解 然後童年也有 H&M Security 他們有一些分析的文章 那你有了這些資訊 你就可以省掉不少的時間 在 Decrypt 這塊 好 那在你有了 就是拿到真正的氛圍 可以看裡面內容的時候 接下來你可能會需要的就是一個 Shell 那有 Shell 的話可以方便做很多事情 你可以動態去檢測一些東西 然後包含 Debugging 那如果說你沒有 Shell 的話 你變成是你沒有辦法做 Debug 你後面要開發一些 Explore 的時候 可能就有一些難度 那 Dyself Firewall 的 Shell 它是被限制的 它就像一般的防禍牆一樣 那他們的 Shell 叫做 Dysh 進去就是會像下面那個圖一樣 就是你必須輸入的是 Dysh 自己的 Comment 這樣 那不過有個好消息就是 Dyself Firewall 並沒有做 Robe Prevention 所以說你可以刷任何的版本上去 那這種時候就是你很方便 你只要刷一個你只要有動的版本上去 然後你就打你的 Undate 的 Explore 那你就打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拿到一個 Root 的 Shell 這樣 好 那前置作業可能很簡單 我們就這樣大概提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直接來整理一些 可能的攻擊面 讓大家看看 Dyself Firewall 有什麼東西是可以讓我們去玩的 首先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剛剛有給 上一頁這邊是給大家看 他們有光是 Firewall 就有這麼多個不一樣的四種的產品線 然後下面有夠有非常非常多的 Model 那觀察這些 Firmware 之後我們就發現了說 其實這些 Firmware 他們都是 Share 了同一份 Code Base 那這個 Code Base 其實它就是我們可以看下面 上面這個圖 它的會看到有一個寫 ZLD這個 Keyword ZLD其實它就是 Lyself的 Linux Distribution這個縮寫 它在所有的設備上 都是用這套 Code Base去開發的 所以也就是說如果你一個 Firmware 一個 Firewall Model是有漏洞的 你有可能在其他的 Firmware 裡面也會找到 所以這也是就是為什麼 這一次的 IPsec VPN 的漏洞 影響可以這麼大 好 那這邊呢 我就從官網上面去整理了一些 Model 一些介紹啊 資訊啊 然後因為官網都會去強調他們 有什麼樣的 Feature 那在我們正式開始之前 我們把這些 Feature 可以先全部都拉出來 那我們可以看左邊那一塊 左邊的話這些 Feature 其實就是一些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 然後 有一些可能就是跟雲有關 比如說像 SD-WAN 啊 然後 Riesel 透過在 SD-WAN 上開發的 Feature 比如說 Nebula Cloud 啊 DTP 啊這些東西 那右邊的話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看的是一台 Firewall 那 Firewall 這個設備 它就不像是一般的一個 Host 的一個 Target 它就是一個中介 它會有 Packy 會 Password 過它 那過去的話那就代表說 它可能會有一些 Security Feature 會被 Trigger 那這個時候可能在這個地方 就有機會做 Explorer 好 那現在畫面上看到這邊有幾個小蟲子的呢 就是我們有在上面找到漏洞的 Feature 那有了這些資訊呢 我們其實可以進一步的先把它 收斂出一個可以用的 Attached Service 的整理出來 那我們會把它先分成三塊 簡單的帶大家看一次 好 首先第一個部分呢 就是 Lensite 的 Service 當你把這個設備當作是一個 Host 要去攻擊的時候 我們要看其實 Lensite Service 然後下一個就看就是它的 Lensite 那我們首先看一下 Lensite 的部分 那 Lensite 的話 有些 Demons 這樣 那 Lensite 的話 服務就相對比較少一點 因為 Lensite 畢竟是一台 Lensite 的 它是一個 Firewall 那 Firewall 的角色 它其實就不應該開放太多的 Service 在外面 那這樣因為太多就會有些風險在 所以 Lensite 的做法就是 Default Block 所有的 Traffic 然後它去 Allow 用白名單的方式 只允許了部分的東西可以通過 那它允許的東西 基本上全部都是跟 VPN 有關的 那像是 IKE MATT 然後還有一些跟 VPN 有關的 Policode 這些是它可以公開在外面被戳得到的東西 那剛剛在這邊有 左上角有一個藍色的 HTTP 大家會想說為什麼 Lensite Service 也會開我 HTTP 在 WAM 上面 其實很多人都會因為方便 就把這樣的 WAM Interface 就是開出來到 WAM 上面 可是其實我們會想說 可能沒有很多人這樣做 但實際上就是有六萬多台 這樣的設備被開在網路上 好 那我們剛剛還有提到另外一點 就是 Security Feature 那因為它是作為 Firewall 那就是一個 Gateway 那它可以觸發的東西就稍微不太一樣 因為像剛剛講的 Package 是 Pass-through 的 所以它並不是 有可能你的 Package 今天並不是 Target 在你的 Firewall 它可能是從 去幾個情境好 可能是 Lens 的 Client 它為了要存取了一個 Internet 的網頁 但那個網頁可能是一個惡意的服務 然後存取的過程中 出現了一些惡意的 Package 導致這些 Security Feature 被觸發的時候 它可能進行一些 Package Pass 那它可能在這個地方 就會導致 Firewall Crash 那也有可能是反過來的 Case 比如說 WAM 這邊的 Attacker 它今天想要往 D&D 這邊去攻擊 所以它就往這邊 D&D 的服務 去送了一些惡意的 Package 那因為它也 Pass-through了 Firewall 所以有可能導致你的 Firewall 如果就被攻擊 好 綜合剛剛我們講到 Lens Side Lens Side 還有 Security Feature 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把圖 就可以整理成像這個樣子 那這上面都是 你可以去攻擊的東西 當然它並不是很全面 我們只是把最外層 你站在 比如說在 Internet 站在 Lens 上 你可以搓到的東西整理出來 那當然裡面可能還有 後續可以搓到的其他東西 但是當你把這東西整理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 甚至你可以有一些攻擊情境的假設 像我剛剛提出的 Security Feature 那邊的攻擊情境 有這些東西之後會讓你的研究過程 會變得更順暢 你可能就在看的時候就會比較知道 有什麼東西是你的 Input 好的 那我們剛剛前面一些背光 然後還有 Attack Service 我們就大概介紹到這裡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 我們就差不多進入我們今天的重點 就是 IPsec 的 VPN 的漏洞 那在這個之前呢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會很想要知道 我們為什麼會最後突然選的 IPsec 這個東西當作我們這一次想要看的目標 其實這個故事是這個樣子 其實那天呢 它是在我們的員工遠流的前一天 那是一個上班日 大家應該都有這個經驗 就是出去玩的前一天 你是不可能做研究的 因為太興奮了 你不可能進得下來 對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我應該要去找一些 比較輕鬆的 比較熟悉的 Target 然後我今天就是快速的趕快看一看 開過去就好了 結果我們就找到了一個 這一次的 VPN 上面的一個漏洞 那它非常的嚴重 好 那首先我們既然都已經決定了 我們要找一些 我們熟悉的目標嘛 那我們剛剛那個 Test Service 裡面 我們就直接挑了一個 IPsec VPN 來看 那 IPsec VPN 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在做 IKE 就是 Internet Key Exchange 那這個功能就是主要在做的 就是一些參數的交換 方便後面建立 IPsec 的連線這樣 然後在 Excel 裡面 它是透過一支叫 SSH IPsec PM 這支 Demon 它會就是 聽在 WANESITE 上面 然後會去聽 500 跟 4500 這兩個 POLE 然後去等那些連線的 PACKING 這樣 然後接著呢 它其實是一支 Default 會被執行起來的 Demon 那就像 右上角這邊看到是靜態的一些 Script 然後你在動態那邊看 也可以看到它 Always 就是跑在那個地方 然後加上我們剛剛 Test Service 裡面提到的 WANESITE 這邊 Default 就是會 Allow 它的 所以 IPsec VPN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Target 因為它就是 Always On 在那 那你不需要去做任何的調整 你開機 它就會起來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IPsec 這個實作 它其實它是一個 Quicksec 商用軟體去修改的 那它這個 Quicksec 商用軟體 它是由 Insight Secure 開發的 然後這間公司後來好像被 Rainbus 買去了 然後因為它商用 所以它 Close Source 然後你在網路上去 Google 可能只找得到一個 GitHub 的版本 那這個版本可能可以方便做一些去 Check 之類的 那更重要的是 其實我們在看這支 Binary 的時候 有發現說它有很多 XSL 自串 那既然它是一個 Close Source 的 Binary 然後又有很多 XSL 自串的話 代表 XSL 對它有做一些它自己的修改 它可能去新增一些功能 那就更有可能導致有問題 好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就想要開始正式的進入這個 Reversing 那就在我檔案開始逆向這個 VPN 的時候 那我的好夥伴類似就說了一句說 欸 我們先看看有沒有 System 我們直接一步登天 那結果 哇塞 還真的有 我們一打開 我們就看到一個非常經典的 Comparation 的漏洞 它就是直接用 Echo 把一串可能是 User 可控的內容 就丟進了一個 File 裡面 做 Login 它就是想要去做一些記錄 好 那 丟完之後 它這一段就直接丟給 System 去執行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的時候就想說 欸 我們在 IPsec 裡面找到一個 Comparation 欸 我們不需要 ROP 我們也不需要什麼搞什麼 ASR 也不用 Dump Offset 不用 Leak 什麼都不用做 我就一刀殺進去 那大家還記得我們剛剛這個故事嗎 我們其實是要去員工旅遊的 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們是真的玩得很盡興 好 那回到這個主題來喔 那我們的下一步應該是什麼 畢竟我們現在找到一個 Comparation 的漏洞 那 雖然它很 Trivial 但是你要能夠戳到它 你還是需要一些 background knowledge 所以我們就簡單整理一下 就是你需要知道這整個 code flow 你需要知道它程式怎麼走的 然後接下來要去看一下 IFC 知道這 packet 要怎麼去組成 那你最後才可以常去寫 Explore 首先呢 那我們先看這邊這個 code 的部分喔 那所以下面那個 VPN Info 就是那個有問題的那個 function 那我們往上追之後就發現了 有一個 function 叫做 Decode Notify 這個 Decode Notify 只有在某一個特殊的 case 就是它的 Notify 的 Message Type 是 中間的那個 No Proposal Chosen 的時候 它會走到 VPN Info 裡面 那只有在這個 case 下呢 是有機會可以戳進去的 那再往上一層看 上一層的話是 Decode Package 那這個 Decode Package 它會去解一個那個 Package 然後這個 Package 如果它的 Exchange Type 呢 是 IKESA Init 這個 Exchange 的 Type 的話 它就會往下走 然後如果發現裡面它有帶那個 Payload 是 叫做 Notify 的話 它就會進到我們剛剛講的 Decode Notify 裡面 好 所以我們就順便也搭配了 GDB 把所有的 code flow 就整理出來 那它就是會一開始會起一個 UTP Handle 了 然後在那邊聽 Package 然後聽到 Package 之後呢 它就會把這個 Package Pass 一個 Stem Machine 那那個 Stem Machine 就會做很多事情 做一些檢查 看現在狀態是什麼 然後最後呢 就把這個 Package 再丟給 左下角的 Package Passer 的部分 那 Package Passer 的部分 就是會一步一步的踩到 Decode Package 然後 Decode Notify 然後最終就是有機會可以進到 VPN Info 那在進完這些整個 Passing 之後呢 它最終還會再回去整個 Stem Machine 裡面 然後把後續的工作完成 但我們今天就是因為我們只是目標要去戳入 VPN Info 好 所以我們後面就沒有再繼續追下去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有這些前面的這些資訊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來做一些讀數的環節喔 那首先要先幫大家科普一下喔 現在上面這個圖是 IKE V2 的 Protocol 然後呢 左邊有一個叫 Initiator 的東西 右邊是 Responder 而 Initiator 呢 通常指的就是 Client 那 Responder 的話就是 Server 那 Server 的話 基本上在我們的 Case 下 就是 Zicell Firewall 所以呢 接下來 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個 Package 就是 IKE SA 引領 Request 跟 Response 那 我們感興趣的東西 其實就是在整個 Protocol 的最前面 好 那這個 Package 同時也是在 OAuth 之前 所以代表著你這個 Package 是不需要經過任何的驗證之類的 你就可以在第一包封包就直接戳到它這樣 好 那第二點的話是我們剛剛提到喔 如果我們要進去那個 VPN Info 有問題的那個 Function 我們需要的是在前面那個 IKE SA 引領這個 Package 裡面 我們必須帶有一個 Notify 的 Payload 那這個 Notify Payload 呢 它是什麼 它在 Office 裡面寫的是說 它是讓兩個 IKE 的 Peer 就是 Initiator 跟 Responder 它們兩個之間是要溝通的時候 它會用這個 Notify Payload 來存一些資訊來做交換 好 接下來下一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也是 有一個重要的東西叫 No Proposal Choosen 這個東西是在當你的 Peer 有一個 Peer 告訴對方說 我有很多個 這叫做 Proposal 就是它有一些要來加密的參數 它會提給你的另外一個 Peer 然後收到的那一個人 他理論上就要去看說他有沒有這些東西 然後沒有的話他就會毀一個 No Proposal Choosen 這樣的東西回去 好 所以根據整個 RFC 的描述 剛剛講那個 No Proposal Choosen 的整個 標準的流程呢 理論上應該是要像這樣子 就是 剛剛講的是說 IKE 的 Peer 它其實應該是要從 Initiator 來發 就今天我是要連線的對象 所以我要開始發出連線的時候 我是 Initiator 所以我會嘗試 Propos 幾個可以用的 Proposal 然後就放在那個 IKE ESA 隱匿這個 Package 包裡面 然後我就丟給那個 Responder Responder 就看了之後呢 假設他沒有找到可以用的 他就會回覆說 No Proposal Choosen 然後放在那個 Notify Payload 裡面 好 那根據這個說法 大家聽起來是不是會覺得好像就應該不能 Exploring 嗎 就是理論上你應該要是 Live Sale 本身是 Initiator 的時候 他才有機會收到 No Proposal Choosen 回來 那這時候才有辦法 Exploring 嗎 但其實不是 其實在 SHIP SEG P&I 是 Demon 裡面啊 他其實在這段過程中他是沒有管他什麼角色的 他只要收到 Package 他就會直接嘗試做 Passing 所以他一旦收到了 IKE ESA 隱匿這個包 只要裡面有帶 Notify Payload 然後裡面又有 No Proposal Choosen 的話 他就一定會踩進去剛剛的那個 VPN Info 裡面 結論喔 這個漏洞就是 你只需要一個 Package 你就可以做到 Preload RC 而且你有 Root 的 Privilege 好 然後還有一件更讚的事情就是 剛剛在看那個 VPN Info 的時候 我們左邊那個地方有看到上面有一個 紅框框有寫一個 SD-WAN Decode 這個東西呢 其實裡面點進去就會發現 他是在做 DS CBC 的解密喔 那這也代表說如果這個 DOM 在我們公開之前 就已經有人在濫用的話 其實整個 Package 包是不可能有人偵測到 他是有惡意的攻擊出現在裡面的 因為他傳輸的過程中就是 都是如果你有長 Payload 他也是被加密的 你根本看不到 沒有人可以阻擋 也沒有人可以偵測 好 那這些資訊我們都有了之後呢 其實我們就可以開始寫 Exploit 那 Exploit 也很簡單 它不會太複雜 那我們寫的 Exploit 就是 我們直接塗泡把 向右邊這邊 我們塗泡直接把所有的那個 內握需要用的 header 的 value 全部填進去喔 那左邊的框框地方就是我們先 整個流程大概就是先把我們的 Payload 就是 Intuition Payload 做一個加密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拿來做 IKE SA Init 的包 然後右邊呢 就是有一些比較重要的 Feel 譬如說 No Purposeful Chosen 跟我們把那個加密的包 直接放在 Notify Data 裡面 然後下面要注意的就是 譬如說 Next Payload 我們需要告訴他 這是一個 Notify 的 Payload 然後最後面要跟他說 這一個包就是 IKE SA Init 大概就是這些資訊 它其實不會太複雜 那我們這樣子當然可能大家不好看 所以其實有些比較簡單的方式 你可以用比較精緻化的 Scope 這樣 你可以稍微好看一點點 好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Demo 好 那我們這個 Demo 前面有先做一個 M-map Scan 其實目的是要告訴大家說 它的 8043 是沒有開的 我們打的不是 Web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直接打 Explore Script 然後你就看到它 馬上就回來了 它就是直接打出去 然後馬上就拿到反彈 Shale 它其實超級穩定 而且簡單粗暴 然後一進去就是直接拿到夢寐以久的 Root 好 那這個漏洞呢 整體來說它就是一個萬能鑰匙 不管在什麼樣的情境呢 你都可以使用 那即便是你今天的 VPN 是屬於 Disable 狀態 還是 Inable 狀態 就是這邊講的 Disable 就是你進入那台 Web 的 Interface 去看 它可以開關 VPN 你不管是開著還是關著都沒有關係 甚至你今天開著 你把它設成 IKV 1 或是你把它設成 IKV 2 你設哪一個都沒差 只要你的設備並沒有主動去做 把 IP Sec VPN 的流量 Block 掉的話 你基本上你的設備只要有插著網路線 它就是可以被打的 好 然後就有一個 Twitter 鄉民 就做了一個諷刺的梗圖 就是你只要有這個漏洞 你就可以直接進去所有的 Lyself Firewall 好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了一下 所有被影響的版本跟被影響的設備 那前面有提到說 Shell Code Base 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就把這些所有的 Firewall 這個 firmware 都拿過來 然後檢查一遍 然後我們就發現 對 沒錯 跟我們預想一樣 所有的設備都有這個 VPN 的漏洞 都有被影響到 然後最早甚至是可以到 2020 年 10 月 其實大概有兩年半的時間 這個洞是鋪入在網路上的 好 那知道了這些影響的設備 跟型號的版本 我們其實還會想知道你實際 在網路上的數量到底是會多少 那我們在網路上看到一些分析的報告 就會說可能大概就是四萬五千台到六萬多台 那可能還有更多 因為小等並不是那麼準確 然後這邊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們 search 的這些 query 其實都是透過 HTTP Base 的 所以不管是 title 還是它用的右邊那個 fab icon 你直接 search 出來的結果 都是跟 HTTP 相關 所以代表的是 這邊看到的東西 其實都是因為他們的 HTTP 是 exposed 在 website 上面的 那如果那些沒有開出這些 HTTP 的設備 我們是不是就查不到了 所以我們想要知道 到底實際上影響的數量有多少 那為了更準確的找出 所有可能的問題的設備 我們最後就是用了 ZMAP 我們要去掃 直接掃 IPv4 上面所有的 UDP 的那個 pole 好 那掃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發現說 有幾個地方我們要注意 第一個點是 就是我們一定要用 IKE v1 去掃 那因為 SHAP IPv7 它那支 binary 其實本身就是會處理 V1 或 V2 的 packing 而就 based on 裡面送的東西是什麼 它就會去處理 那我們發現說 如果你今天送的是 V2 的 packing 但是你沒有 configure VPN 的話 其實它並不會做任何的 response 你看起來就像是被 block 一樣 所以這樣子就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我們就使用了 IKE v1 那你這樣子用 IKE v1 送過去的時候 它就會有 response 好 那第二點就是 我們在 IKE v1 裡面有一個參數叫 DOI 我們把它設成了 0 就發現說 有一些非 light cell 的設備 我們就可以因此而濾掉 因為它會回傳說 它不支援 0 這個 DOI 對 就是用這種方式去做一些過濾 那最終我們的 package 就是 像這個樣子 它是一個 IKE v1 的 package 那重點就是 我們有設定 IKE v1 然後加上 DOI 會是 0 然後最後呢 那個設備就會回傳 No proposal chosen 然後有一些 Lens 可以讓我們做一些判斷這樣 所以我們掃出來發現 總共有 17 萬台的機器在網上 然後 因為我們還是希望說 可以更準確的驗證 所以我們就 sample 了大概 1 萬台的機器 發現這 1 萬台機器裡面有 2,121 台是 確定 VPN 是有設定可以連線的狀態 那有設定可以連線狀態的 VPN 你去戳它 它會告訴你一些 vendor ID 有一些特殊的 information 我們可以用那個 information 直接判斷這 2,121 台 全部都是 SL 的 device 剩下的 7,826 台是沒有設定 VPN 的 那沒有設定 VPN 它們的行為 也都符合 Dicell 這個設備 如果沒有設定 VPN 時候的狀態 所以其實大概有接近 99% 的幾率是 accurate rate 啦 就是準確度大概這麼高 好 所以我們就順便做了一個 GEO HITMAC 給大家參考 那 就如我們前面討論的 它們在歐洲的市場有非常大的施展 那其實這邊的結果也是非常符合預期 我們可以看到 Top 5 Country 的地方 也是跟前面光搜尋那個 HDB 的狀況是很類似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知道這些受影響設備之外 我們就來看這個漏洞回報之後造成的後續影響 像 3 月 23 是我們回報這個漏洞的時間 然後 5 月 19 是 RAPI 7 就是應該是第一個比較 有明確 analysis report 跟 POC 的時間點 然後 5 月 28 的時候就有一個機構就說 它們偵測到有大量的 2877 這個漏洞在掃描 好 就表示以前開始有人濫用了 那 5 月底的時候 Sisa 就發了一個耳勒說 它有偵測到這個東西 in a while 就把它們加入了那個 non-exploited vulnerability color log 裡面 好 然後像 FortiGuard Labs 它們也有發出 2877 濫用的狀況 就是它們在 7 月的時候就發現 從 5 月底開始這個 bar內的濫用狀況 就一直在持續的增加 好 這些東西看完之後 我們其實還是會來看一下這個 page 到 這個 DOM 到底怎麼 page 到 OK 它的 page 很簡單 就是把 Season 換成 F-open 跟 F-pulls 但不知道為什麼一開始沒有這樣寫 好 那在看 code 的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人注意到 剛剛那個 VPN info 上面 其實有一個東西叫 memory copy 那在 memory copy 我們注意一下 就是它其實 copy 就是 documentation data 然後這個 data 是 user 可以 control 的 那這個長度在 RFC 裡面定義是一個 short 所以它其實是 0x ff 所以我們看一下它的 stake buffer 大概是只有 0x 30 所以這邊有一個 stale overflow 然後我們再看另外一個方形 它有一個類似的問題 也是 stale overflow 所以我們這邊就送了兩個 Cvd 出去 那我們看到 stale overflow 的時候就想說 哇 終於可以來搞一下 memory 了 然後我們下一秒我們就 check set 看一下 OK 它有 RWS Segment 那接下來一次位就變得很簡單 首先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就把 show code 放到 RWS Segment 上面 然後我們就想辦法跳過去執行 那怎麼把它放上去呢 放法就是我們發現有一個 UDP 的 buffer 它是用來放整個 UDP 包的 那這個東西在 BSS 上面 那因為它有 RWS Segment 嘛 所以 BSS 就是可讀可切個執行 那我們就直接把 show code append 在 Notify Payload 上面 然後在 overflow 的時候就直接把 show code 就直接跳過去 show code 那邊執行就好了 那你這樣子也會獲得一個 universal exploit 就是你基本上只要那個 VPN 沒改 所有的設備都是可以打的這樣 好 那他們 page 很簡單 他們就是把這些長度給 page 掉 好 那我們最後來回顧一下這個 timeline 首先是左上角的 3月23是我們 report 剛剛有提到 那接下來 4月25的時候是一個 page 的 release 然後中間不知道為什麼 4月19的時候就有一個廠商 就說 4月25號會有 page release 然後這個 release 會修補 IPsec VPN 的 remote code execution 好 這件事情就是這篇發文雖然沒有什麼人看過 但是如果是有經驗的惡意的攻擊者看到的話 其實他看到這個 info 是很吸引人的 那我就去 div 嘛 我就可以寫攻擊程式了 然後我寫完之後 我有整整一個禮拜的時間 我可以去打 Lilo Day 而且那個時間點是不會有廠商可以做偵測跟阻擋的 這件事情是不好的 比較危險的 好 那另外有趣的事情就是 7月5號 就是最近最新的 5.37 的 release 這個版本呢 右下角這個圖片 他在他的 interface 上新增了一個 option 叫做 Auto Disable VPN Service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VPN 不管是開著關著 還是有沒有設定什麼狀況的時候都會可以打 那他現在就是把這個狀況給避免掉 只要你有開著 option 的話 假設你今天沒有 enable VPN function 那你的 firewall 就會阻擋掉 IPsec VPN 的所有的 packet 對 他就會做到這件事 但是 IPsec 其實還要跑在背光 只是他的 packet 被擋掉了這樣 好 雖然這幾個洞很簡單 但其實不是只有 SL 有這樣的問題 他們還有很多間其他的廠商 都是有這些 trivial vulnerability 的問題 那這些廠商最近的這些洞也都很嚴重 然後有的在碰空被使用 然後有的有四個也是在 Csar 被偵測到 在 in the wire 被利用 所以其實都很嚴重 但不管怎麼樣這些廠商只要能夠積極的修補 並加強他們的產品安全 我覺得就是最重要的 好 那接下來是時候來擴增一下我們的這個研究成果 我們剛剛前面這些漏洞其實都有提到 他主要就是因為 Lysel 加了一個 改了他第三方的一個 library 然後這個 binary 加了一些跟 SD-WAN 相關的 feature 那他可能是因為太倉俗的寫口 或是 security analysis 的問題 所以導致了那些動的產生 那既然我們都提到 SD-WAN 那我們這邊就不解釋 SD-WAN 是什麼 這個可以問就是hgpd 然後在 Lysel 上面 他針對這個 SD-WAN 有做了兩個有趣的 feature 就是 Nebula 跟 VTP 那什麼是 Nebula Nebula 就是 central control 那它是讓你可以把所有的 Lysel 設備加入到裡面 然後你就可以統一在一個地方集中控管它 然後還有一個有趣的功能就是 cloud authentication 你可以把這個打開 然後加一個 user 進去 然後它可以勾選一個東西叫做 VPN access 你可以 allow 這個 user 去 remote access VPN 它其實是某一種 single sign on 的感覺 就是你把它打勾 然後把這個 user 加進去之後 你所有架在那個 Nebula Cloud 下面的所有的機器 都可以被這個帳號 access 好 這個後面我們就會用到 那接下來是剛剛講的 DTP 那 DTP 架構大概就是這樣 左下角就是 Lysel 在 HTTP 有做一些 for ZTP Real Touch Permission 用的一些 handle 那這些 handle 在收到 request 的時候 它就會 call 一個 command 叫 IPC 然後最後用 Unisaki 丟給那個 右邊的 SD-WAN interface 去執行 去修改 SD-WAN 的 configuration 它架構大概就是這樣 好 然後有趣的地方就是剛剛提到那個 ZTP 它其實是做 HTTP 裡面 那在 conf 裡面有 define 它是沒有辦法被 不需要 authentication 的 好 所以其實是會有一些風險在的 那最終我們在剛剛那兩個 feature 上 還有 VPN 我們在 SD-WAN 這一塊 就找到了總共有 9 個漏洞 那這邊有簡單的 summary 一下 它們大概就是這些類型 可能 companion injection 還有一些有趣的 比如說像 JSON injection 跟 format stream 好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一個有趣的 case 剛剛那個漏洞裡面呢 其中有一個就是叫 那這個漏洞可以做到什麼事情 簡單來說就是 只要你的 firewall 設備 有加入 Nebula 的話 你就可以繞過認證 直接登錄它的 VPN 然後進入它的內網 那這個影響的嚴重的程度 大概就跟剛剛 IPC 一個 VPN 狀態一樣 好 那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我有一台設備 已經加入 Nebula 那今天有一個 user 要來做 VPN 的認證的話 它大概會長什麼樣子 首先第一步就是 user 會輸入帳號密碼 好 那接下來呢 你的 firewall 設備拿到這些帳號密碼呢 它就會把它丟給 Nebula 然後它會用一個 HTTP Request 然後帶著你的 MAC HS 還有 serial number 還有你的 username 然後呢 你的 Nebula 收到之後 就會回一個 response 然後帶著你的 你註冊好的那個 password 回來給 Licell 然後 Licell 就會看了一下 password 說 欸 你這個密碼是一樣 所以我就讓你 login 大概是這樣 這是整個正確的流程 那我們就發現呢 它上面只有這場 你覺得有問題 就是你只要 想辦法在後面 配上一些有的沒的 然後讓那個 key pair 也出現的話 跟前面一樣的 key 的時候呢 它就會把它的 content 覆蓋到前面 我們看左下角那個地方 就知道 後面紅色的部分 會蓋掉灰色的東西 所以呢 簡單來說 左上角的 request 跟左下角的 request 它們會有一模一樣的 auth response 所以都會拿到一樣的 passcode 這樣 好 有了這個想法之後 我們要來想 就是我們怎麼樣 進行這個攻擊 那一開始呢 attacker要自己買一台 firewall 然後去註冊在 nebula上面 然後註冊時就是把它的 mac address serial number 加上去 然後它需要create一個 user 就是在 cloud authentication上面 然後認知 就說要授權它 可以使用 VPN 這樣 好 接著attacker呢 就是要利用這張 injection 然後去找一台 其他的 victim 其他的 sr firewall 然後呢 登錄的時候呢 帳號就打成上面這個樣子 然後密碼就打 pwn 就是剛剛註冊的密碼嘛 那你就會看到左下角的那個 auth request 被 injure之後就長這樣 那不論它原本那個 victim 的那個 mac 或 serial number 是什麼 都沒關係 反正它會被蓋掉 然後auth response 就會直接回 pwn 這個密碼回來 然後所以來sell就會認為 OK 你密碼一樣 那你就可以通過了 這個動詞化了一天就修不掉了 因為我知道它真的很嚴重 好 他們修復的方式就是 直接把那個 剛剛講的這張 injection 會有 duplicate key 出現的狀況下 直接讓那個 payload 是 invalid 這張修復應該是 可能就沒什麼問題 那還有一個小問題就是 剛剛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它其實是放的是 plain text 那有一些可能 比較 edge case 就是它還是有機會 可能會 leak 這個 pasteboard出去的 好 接下來是下一個 case 這個 case我覺得也是 蠻有趣的 那這個 case是關於一個 combed injection 跟 format stream的故事 首先第一個是 combed injection 這是一個很直覺的 combed injection 那我們攻擊的目標 就是剛剛那個 DTP的最右邊的那個 component 那左下角就是攻擊的 payload 我們只要在某一個方 這叫Python的CGI裡面 丟一個config給它 然後裡面呢 就可以想辦法 combed injection到 右邊的這個 function 一樣喔 就是 s.f. 加 system 好 那它的patch呢 它patch的方式很特別喔 它就是把它改成的 用 here document 然後加上 cat 那 你這個東西就是 它的那個中間那塊叫什麼 delimiter 就是end cnd 那個東西叫delimiter 然後它把這個delimiter呢 用single code框起來 就代表說 在兩個delimiter中間 所有的content呢 都是跟single code string一樣 它就是沒有辦法被escape的 那 加上剛剛的那個 前面的 exploit的 payload 是不能帶換行的符號 所以你也沒有辦法做出一個東西 叫做換行 end cnd換行 所以你是完全沒有辦法 把這個東西 框起來 跳出去的 那乍聽之下好像是 OK的 但是它還是保留了 system 大家有看到 那 這邊我們就要打一個問號 就是你要確定你要留那個system 好我們先把這個東西放著 我們直接看一下另外一個formate string 那formate string的話 其實跟剛剛東西非常接近 我們剛剛也是在write ppp sequence 其實沒有comment injection 然後往上一點就看到一個formate string 那觸發方式很簡單 就是左邊那樣 我們再多兩個option的參數上去 就是IPAD打跟gateway 然後右邊 因為它沒有做任何的檢查 所以它就直接把它丟進去 你就可以觸發formate string 那 既然我們有了formate string 我們又開始興奮的 想要搞一些memory 然後進去開始看就是 我們try了一些東西 就發現一些小問題 因為 上面還是有一些限制 像IPAD打跟gateway 它其實有20by的限制 然後呢 你不能換行 再加上 譬如說.got這種東西 它放在 就是也不是太好的位置 就是什麼100A 然後就 就比較困擾 然後 因為它是n312 在mip16上面 所以它的formate 我們常用formate string的payroll 那個xs 那個index 它一次shift的是8個by 所以 這樣子的狀況下 我們就在想說 我們可不可以 讓它是有更好的方式去explore 所以我們又想到一個好招 我們要想辦法把它變成comment injection 好 所以我們做法就是 我們如果有辦法 把商號把最後那個username呢 改成了 emd cnd 換行 那下面剛剛那sprintf 拼起來的時候 它就又會變成了 最後面向右邊那一塊 它就把那個delimeter 就是又變成一組了 所以它就把這個close起來 那close掉之後呢 你後面的password 你就可以再injait一次 所以你就又變成了comment injection 好 那我們這邊要怎麼做呢 首先因為我們要用到換行嘛 所以我需要在stack上 想辦法弄出一個 一個newline的那個字元 那做法就是 我上去找了一個地方 有一個atoi 那這atoi它 會把你輸入的一個option mtu轉成那個 newline 然後它會把它存起來 那我們在disassembly 在assembly那邊 cord就會看到說 它會把它存在sw 直接存到stack上面 然後到這一步 我們就存了一個newline上面 上去了 好 那下一步我們要蓋username 把username變成一個奇怪的樣子 那這還有一個好方法就是 我們看一下stack上的位置 就是IPADDR跟username之間 其實有320個by的距離 所以我們就用forment string 直接擠320個字元上去 然後接下來ncomment 就可以直接蓋在username上面 那我們蓋了ncomment之後 我們想要蓋的就是換行 那怎麼蓋呢 我們用debugging的時候 直接去找那個 剛剛那個newline在哪 它在stack上 所以我們用index應該可以找到它 所以12c就可以直接知道它 這時候你的username 就會又變成這個樣子 那你變成這樣子 你最終的payload 理論上就是像右邊這樣 就是password 就是想辦法combination 然後IPADDR format string 把username改掉 然後跟你的ntu 那最終explore就會這樣 我們最終還是不要想說搞什麼memory 我們想辦法comment ingestion 才是最讚 好 那最後的這個titline也是參考一下 就是tyser其實看的速度很快 不管是config還是page 它們都是在很快的時間內就會確定 我們很感謝就是tyserp13 在這段時間就是很快速的回復跟修補漏洞 好 最後這個議程其實想要給大家就是 這是一個我們怎麼樣去擴充我們的 整個research value 跟它的影響的一個旅程 那想要提醒就是提醒research的就是 其實Attack Service的整理是很重要 還有那些攻擊行進的假設 就是你不要沒有準備就一直亂找動 因為這樣可能就找不到動 但你這些東西都準備好之後 動就會一直不斷的出現 好 再來就是new feature 其實都是產品安全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有時候你在這些決策 或是寫程式時間上都是很倡促的 很容易導致有問題的產生 然後security awareness不足的問題也是 partout security很大的一個問題 好 那最後就是patch review很重要 可以幫助你深入了解這個漏洞的問題 然後你可能會找到一些bypass的方式 那甚至你可能可以利用它的patch 來做到別的事情 好 那謝謝大家 我希望有帶給大家一些有趣的東西 謝謝 好 謝謝那個atdoor的帶來影響 那現在還有一點時間 那現場開放幾個問題 有沒有人想問 有嗎 那裡 那裡 你好 我想問一下展社友有把StateGuard RWX這些把它打開嗎 還是灌著 目前沒有 我覺得有一天他們會這樣做 好 謝謝 好 還有 有問題嗎 請問講者覺得這些洞是出自於廠商的secure coding問題 還是他們可能在買洞 我覺得這種問題我比較不好回答 畢竟我不是寫Code那個人 但以我的角度來看 我會站在一個比較正面的一個回覆 就是因為畢竟我們在別的地方有看到很類似的寫法 就是他們愛用的一些方式 那有可能這個東西就是他們可能某些programmer比較習慣的寫法就是長這樣 對 好 那現場沒有問題的話 那就再次感謝atdoor帶來的演講 謝謝